疫情趋缓,人潮回龙,花莲市区又重新活络起来 知名日本眼镜品牌这个周末假期正式在花莲开馆 提供日本最新流行款式,以及最新科技镜片技术 还有日本企业最重视的优质服务品质 要给花东地区民众最好的配眼镜选择 疫情趋缓,花莲市区人潮回龙,消费商机也重新活络起来 这时候花莲市金三角又多了一家新的店 这是来自日本的知名眼镜品牌 选择在花莲设店,希望可以提供给东部民众最新最潮最舒适的配件选择 我们其实跟花莲缘分蛮深 大概2018年的时候地震之后除了捐款之外 然后每年都有在去帮助花莲新城夺小的小朋友去做奖学金的捐赠 我想品牌特色应该是就是因为价格比较平价 然后也可以让所有人负担得起 那你基本上就是来配件之后最快30分钟之内就可以取件 对一般人来讲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省费用 应该可以提供比较好的生活的服务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设计都是做日本的设计师做设计的 那当然品质也是日本的品质 所以其实很欢迎大家来看看 另外就是我们会提供日式的服务 会让一般的民众觉得可能会比较亲切比较仔细 那当然进框配套好之后呢 在半年之内有两次的保固 所以不管是度数还是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半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两次免费可以帮忙服务 星期六下午Jeans花莲店正式开幕 邀请到在地社团展开精彩表演炒热气氛 店内也涌进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民众 在专业人员引导之下挑选适合自己的眼镜 标榜艳光到取静不超过30分钟 节省了民众很多时间 同时展示来自日本最新款 最时尚又最新科技镜片技术产品 尤其日本企业很重视的亲切优质服务态度 更是Jeans的品牌指标 庆祝花莲店开幕 即日起到12月27号有优惠活动 有配件需求的花莲民众不妨多做参考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